請妳跟我這樣過 請妳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高跟鞋天天穿 美人形象大崩壞 因為它鞋子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身體是一個 比較不正常的一個姿勢 對 那它會影響到你子宮的收縮 它也會影響到你整個排卵 它也會影響到你受孕 五分腔用力過久以後 反而外面的 所以外面的 有些人他如果說 常常穿高跟鞋的人 很容易 會稍微有點弄 什麼 太誇張了 是 女生愛美行為1 來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為了讓腿更美更瘦 就是要穿緊身褲 又不然 或是貼腿褲 才漂亮 今天 今天 不要叫我 只有妳最不緊 其他兩位都算緊 好緊 是不是 我跟妳講 妳當媽媽之後 妳都會跟妳講說 愛美已經離我很遠了 真的嗎 不行啦 妳也不能這樣子 我跟妳講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妳一輩子 妳就算生了再多大孩子 婚姻再多年 妳不能讓自己變黃麗 我跟妳講 她不會大一定有自己的風格 她還是很漂亮對不對 姐妹們 聽我容我說一句 因為我有 怎麼了 我以前可能是那種 AB褲 煙管褲之王 真的 對 但是後來有一陣子 就是一直在生病 生病 這個生病是生 就是 OK 就是那時候一直要穿煙管褲 又要讓 就像妳講的嘛 要看起來瘦 腿要長 高跟鞋再踩上去 對 大讚 好笑就來了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比如說 尤其是夏天 夏天妳穿這種緊身褲 尤其是牛仔褲悶 那妳MC又來 然後那個MC一走就開始發炎 發炎 對 如果一發炎是不是之後 就會比較習慣性的 就會產生病 對 發炎會發炎 因為醫生說當妳那邊的菌 環境 就是大概 一癢起來了以後 對 或者是一樣的那個溫度 那個菌就會在那邊培養 它就會又開始 竹槽之類的 竹槽 竹槽 講得大家很害怕 卵巢 竹槽 竹槽 所以現在都穿盡量寬鬆一點就對了 所以後來都 這樣子以後就沒了嗎 就不會反覆再發炎 很容易 還是會啊 走敏感路線 對 但是變成是說 比如說像之前就是 當然我剛才講的會發炎之外 甚至有些時候 我還曾經因為這樣子 連續大概 因為感染 連續大概三個月到四個月 MC沒有了 為什麼嚴重 這個感染為什麼跟月經有關係 對 為什麼有關係 對 為什麼有關係 可是她月經沒來又表示沒有排卵 沒有排卵你就不能生小孩耶 對 醫生就說 你真的要試著穿裙子 你不要再穿褲子 跟我醫生講的一樣 要不然她就說到時候 因為別 我說那為什麼別人 你說這正妹 為什麼她可以 對 她就說體質 我們就是屬於差不多的 對 穿寬褲體質跟裙子體質 不是 我想真的耶 因為我 其實我自己不太懂你知道嗎 我是一直到 跟朋友 而且又很難聊這種話題 就覺得很尷尬 妳們女生有什麼好怕 我們還是會不太 因為都是少女啊 真的 因為畢竟 妳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結婚 妳還沒有結婚 對 還不太會去聊那麼深入 然後是我的朋友說 妳那個叫發炎好不好 妳那個朋友是楊維甄醫師嗎 不是耶 但是她真的 是她幫我治好的 然後是她後來告訴我說 妳要開始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說什麼清洗 然後夏天不可以穿太悶 跟他們醫生說不能 最好不要用那種洗潔液 不是 她不是說那種冠洗劑 她是說妳要怎麼樣 就是她整個包 這兩把 還真有一套就對了 我洗得太勤了 對 不是缺好護能力 對 她說太乾淨了 也不行 不能太過度清潔 我那邊叫什麼 對 這叫什麼 酒病成良醫 對 其實我是那個朋友 都有經驗 所以這要小心的是什麼呢 要看一下 其實就是要小心的是 子宮內膜炎 子宮內膜炎 我就是中這個 就是這個 醫生診斷這個名稱 對啊 然後妳那時候大概 醫治了多久才好 我吃抗生素 吃好久喔 它有一個療程就對了 對 它就是有一個療程 吃抗生素啊 我們想說頂多就是發炎 對啊 怎麼會當這麼嚴重呢 雅醫師 對 大家都是很容易輕忽 就像剛剛師妹講 女生不論有生過沒生過 一樣怕要看婦產科 一樣都不想來 拖拖拉拉 緊身褲穿久了以後 她因為太悶熱太潮濕 穿一兩個小時可能還好 可是上班族有可能 她穿著就坐一整天 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等到她發現不舒服的時候 又拖拖拉拉 兩三天才去看醫生 那本來只有輕微的陰道眼 那可能細菌就往內入侵 從穿過子宮頸 一直到子宮內膜 那這時候就嚴重了 因為子宮是一個 未來要生育的一個溫瘡 那這樣如果細菌在裡面 產生子宮內膜炎 可能這個治療期就跟小柔一樣 可能要拖到接近兩個禮拜左右 會拉很長 這兩個禮拜要一直吃抗生素 妳吃抗生素 除了到三餐吃之外 妳還有塞劑 對 我塞劑 而且那時候醫生有跟我講說 如果妳要保養 還可以塞益生菌是不是 對 那是保養的部分 但是一旦發炎的時候 就還是要用抗生素治療 因為子宮它還是算是 內臟的一個部分 不是只靠一些健康食品 就有辦法把它整個處理回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 就是說我可能 我只是輕微的 我可能壓抑下來了或是 如果到子宮內膜炎 其實症狀一般是滿明顯的 好 可能第一個就是 下腹部會悶痛感 不是只有外陰部搔癢而已 下腹部會悶痛 那其實它痛起來滿不舒服的 就是像MC在往下走一點點 是喔 然後它是三不五時就一直在痛 一直悶痛嗎 對 應該是會持續性 然後偶爾還合併有一點偷痛 那它就是在子宮這個位置的地方 就是骨盆牆這個位置 而且會發燒 對 嚴重的話就會發燒 那有些人會合併一些不正常的出血 那這個血因為發炎了 出血出來的味道 可能會有一點重 就是臭臭的血腥味 那就是很標準發炎了嗎 對 這就標準的發炎 除了穿這個緊身褲 造成子宮內膜炎 還有可能有什麼樣的健康風險呢 最常見的就是說 緊身褲它摩擦我們會因補 甚至有的人他穿緊身褲 還去騎腳踏車騎飛的有氧 然後他不是買那個運動專用 就一般的緊身褲 一般的緊身褲的話真的是太悶熱 那運動完以後 外陰部皮膚首先有紅腫 那甚至有一些這個外陰部的會陰炎 然後會搔癢 那外陰甚至有腫起來一小塊 像乒乓球一樣 太誇張了吧 不是 這真的 這個還滿常見的 幾乎每天都有 你真的騎得太激烈 連你咬咬都會來 每天的病院都有 都有病例喔 對 幾乎每天都有 那都是因為騎腳踏車的關係嗎 都是悶熱引起的 緊身褲的關係 緊身褲引起的是滿多的 那今年夏天還流行那種 美國流行來弄什麼暴汗褲 然後又買那個真的 對啊 可是它真的很會飆汗 但是那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嗎 可是那就不建議穿太久 不能穿太久 穿得漂亮OK 但太久真的是不適合 那到裡面來 可能甚至有陰道炎 剛剛講的子宮內膜炎 子宮頸炎 那嚴重的話就整個骨盆腔都發炎了 甚至會有卵巢 囊腫這些的 對 那尿道炎 這些更是常見 那有些緊身褲它外面這邊很緊 對 甚至這邊皮神經會受到壓迫 這邊也不行 這邊會有